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要让布莱克尼来攻 哇 这个镜头没跟上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怎么失误的呢 布莱克尼上来没活动态 太久没上场了 太久没上场了 关键球有点紧 这个时候关键球用这种方式 又是刘真 这个布莱克尼嘛 我是觉得关键球 你用这么放松的动作 这么随意的一个运球 这个球就直接失误了 第二反也有这样的话 双分差来到一分 还有一分28秒的时间 这个比赛 哎 又失误 这什么 这球 再来一个吧 哎呦 大王没打进啊 这个球 哎 前场又抢下来 往这里 蓝底下再放进 上海队用两波进攻 把比分给反超了 又断下来 这连着三波进攻出现失误 打到蓝底下 刘真 没打中 大王再放进 从前附近 回场 把这 最后这两分钟 把整场的失误都给用掉 连着四波进攻 还是刘真 赵海队0,4分 王国林下来一下 再打进 这样的话六分球的差距 所以 比赛没有全面 嗯 不看最后的两分钟 全面的话 四波一直是 凭借着最后 一分半钟时间里面 对手的失误 抓住机会 去赢下了这场比赛 真的是非常惊险的过关 也是 有点尴尔 对手的 当然